我们懂这方法 首先 德行上砸根 出家人要砸四个根 在家人 也应该砸四个根 沙米律于 在家同学可以砸 戒律里头 只有比丘戒 比丘尼戒 这个出家人不能砸 沙米戒 菩萨戒出家人都可以 那个不能学的 原因不是有什么秘密 主要知道 佛法里头没有秘密 秘密是不可告人的事情 那为什么 佛禁止 比丘戒比丘尼戒 在家人不能看 这是佛特别慈悲 因为你不看 你不知道出家人犯戒 你对他很恭敬 你有福 你要看了之后 看这出家人 这条戒破了 那条戒破了 你在造一夜 你将来会躲到 这么一回事情啊 不是什么神秘啊 是佛的慈悲啊 你或别去看人的故事呢 那个戒律就好像一把尺一样 你真看之后 你会量这个量 那个人到处就量人 他不量自己 到处量人 那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你要懂得 佛教我们的意思 我们就会感恩了 那我们今天学弟子鬼 学感应评 学十三一 学沙弥律 要知道自律 不要去要求别人 你要是要求别人 错了 戒律不是要求别人的 完全是自己修行的 这个要知道 佛在话 你就错用了心了 不学佛和不多地 学了佛之后 最后 学到地狱去了 那释迦牟尼佛流眼泪了 他没有过时 你自己错用了心的 你学错了啊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对一些人 他做再错多错的事情 我们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对他恭敬 我们就对了 我们礼尽祝福 一切众生都是祝福 像普贤普色一样 修礼尽 修称赞 修供养 修忏悔 这样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